姜濤的中学新闻报导 姜濤病了 可能最近真的承受太大的压力 所以病了 光仔一直都持续跟进这件事 发现到原来有些情况可以令姜濤病了 我们作为姜濤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以及如何支持姜濤呢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姜濤这次病和近日的相关压力 麦当劳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跟大家一一分析一下 开始这段影片之前 请大家赞好这段影片 和柳个然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可以 和課金支持 姜濤在今天上午出了一个限时动态 不舒服 理论上看那个图是指肚痛 即是胃部 或者叫做肚 肚是不舒服 以我们的推论 它应该是有些压力 因为我们 虽然我不是说医学中医世医 譬如我自己为例 如果好像很紧张的时候 或者有些压力的时候 胃部甚至是腸袋不息 那些叫做腸部紧张痛 这样就成就很大压力 我想姜濤在昨晚发表了一个声明之后 然后应该有很多不善良的人 不断攻击姜濤 然后到今早就终于顶不上 我想她昨晚也辛苦了一晚 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那么就胃部不息 肚痛 那么她也拿了 看到医生的了 我看她 就看到医生 那就是指着肚痛 那所以我想 这件事就是 是惨 我觉得姜濤真是惨 我想在这件事当中 我想姜濤也受了巨大压力 我相信这件事 就算我昨天的论调一样 就算我们自己姜濤 就算我们自己姜濤 想把这件事盖下 麦当努巨无白事件盖下 但是就算我们用冷处理的方式 根据以往的经验 是没可能阻止到 因为现在好像一班豺狼 看到一件美味的鲜肉 他们还不下去洗 你阻止不了它 就算我眼睛 看不到他们洗一块肉 他们都一样会吃 就好像现在 整班MMA 整班神徒 看到这件巨无白事件 你还不大口大口地洗下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为 教主三连霸这件丑闻 这件丑闻 不单止在香港 已经是引发在各界的讨论 娱乐界也是 很多明星都是掩着半边口笑的 笑Anson Lo 笑这个超级班长典礼 笑这个超级班长典礼 居然可以造就到16万票出来 去捧红Anson Lo 已经被人笑到面黄了 已经笑到超级班长典礼 是一个笑话 这件事也是策出国际 亦都是说 别人的防弹少年团 那些粉丝 直接吓吓大笑 在他们自己的forum 所以这件事 其实当我们在等 究竟MakerView 或者View 究竟会不会 或者超级班长典礼 会不会去褫夺Anson Lo 这个奖 或者是将机制改善 起码在投票制度 电话神明认证 改了它 又或者是 Anson Lo 面对这个极大的公关灾难 那时候 会不会是将奖 拿出来 希望可以挽救到一些明星 之際 谁知道就爆出了这个 麦当努的 麦当努的 叫做 入救寺院事件 其实呢 我们和15 Group主 都谈过这件事 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就算不在姜濤 Group说的 在各个的 敬粉 Group 已经大事先扬 也都我们也都知道 传统传媒和网络传媒 也都磨拳责掌 去将这件事 已经是做了一个烂人包 甚至是说中间再挂一些料 譬如说 为什么要找这间幼稚园呢 为什么要派麦当努餐呢 为什么要小朋友举起应援牌呢 所有 就是以我们收到的消息 传统传媒已经准备大做文章 我的观众听众 你们听歌音仔 证明你们的智慧所在 因为 这些消息 就算你在姜濤 Group 他们可能 废事说 因为你们不说 不代表这些事件不是正在发生的 你们不说 不代表这些伤害 是继续在伤害姜濤的 就算我们姜濤不说 你估计那些事件会不会发生 等于 现在世界各地打仗了 有不同地区的冲突 我们自己不说 是否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或者发生过 不会的 记住一个教训 所有的姜濤 我真心跟你说 记住一个教训 就是说 你们不说 但是人家在攻击 就是人家 我告诉你 今天在神徒 Group 已经在开香檳慶祝了 他们在开香檳慶祝了 就是说 有些人 也已经是 不害羞 我直接说 他们是不害羞 在说 好了 好了 姜濤现在 现在 隔壳出来被人打了 教主可以松一口气 他们直接是这样说的 直接是已经说到 哎 教主 今次可以松一口气 不用经常被人用三连霸 这个假电话卡 投票的事件 就公关灾难了 即是给到 Anson Lo 一个喘息的机会 现在在开香檳慶祝 整班神徒 那当然 这些这样的事 即我告诉你 我作为一个姜濤 我是很憤怒 亦都很心疼 亦都很无奈 是吧 即就算我 我自己 看到这件事 我自己都有一些胃部 不舒服 因为我看到以前 不开心 即如果 好像从捉起的角度 如果你 你不开心 其实形成压力 其实对于 这个胃部 是会造成不适的 不知是因为 胃酸增加了 还是怎样 总之这些 我不知道 不懂得说 总之是不舒服 即我 即是这样说 我是这些 哎 即是第三者 作为第三者 喂 即你猜姜濤 会面对些什么的压力 你猜公司 会不会有人找他说 我说肯定会 分分钟Anson Lo就说 哇 在你帮 你帮应援团 你帮应援会 是吧 喂 搞些这样的东西 姜濤 是吧 即你不要以为 你真是代言 摸麦当劳 真是有必要去 sale麦当劳餐 才行的 你以为你还是卖麦当劳 即可能 我告诉你 他身边的人 懒嘲叶奉 一定会 即他们不是说他 讲笑 都受不了 讲笑 都难受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姜濤是非常难受的 他已经是被别人说 而且也会被公司的人召唤 因为 你这件事 你不是说香港后援会的事 他直接是 姜濤面对那种压力 就是公司会找他聊天 公司真的会问他 姜濤你 你是不是会 这件事 究竟你参与了多少 那我们公司 可能要 要发表一个声明 接着有人说 喂 为什么要姜濤发表声明 就是因为 他们都想帮Anson Lo 对不对 喂 那Anson Lo 那个三连八十六万票事件 又不见他出来去搞 就是因为 爱着Anson Lo 对不对 喂 当我班这样的PR 当我班这样的公司的管理层 拗头 如何帮Anson Lo拆弹的时候 咦 那有另一个炸弹 顾着Anson Lo 变了 有另一个炸弹 就是 盖过Anson Lo 这件事 我还要是姜濤 喂 你说 你突然阿Jer又玩三角戀 都可以盖多一下 喂 现在 我告诉你 我又要用回那句 亲者痛 仇者快 是不是 就是 你这件事就是 喂 人家就很高兴 你明白吗 人家现在 就在这儿拍烂首掌啊 就是 我相信很多我的观众 听众甚至姜濤 你们是不知道 神徒那边的group是怎样的 因为你们是不舍家狱的 但是就是因为 我 是为了大家 去 就是要知己知彼 就去 去人家 就是那个 神徒group 就是各大的group 去收集资料 喂 人家现在开着 香檳慶祝啊 就是 我无间道义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想开香檳慶祝啊 这样 就是 人家现在是这样 因为人家都知道 人家都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家都不知道怎样拆Anson Lo 这个蛋 当人家虎尸 怎样搞的时候 哎 有个炸弹出来了 盖过Anson Lo 那件事 是不是 喂 Anson Lo 那件事 都是衰自己 Anson Lo 那件事 但是现在 姜濤那件事 是牵涉到很多 的party 明白吗 牵涉到家长 牵涉到幼稚园 牵涉到教育局的指引 牵涉到香港姜濤后援会的安排 牵涉到姜濤 在这件事有多少成参与 我告诉你这件事 已经在传媒和后 就是网络那里 已经是风起云涌 他们已经准备写好多稿 准备去 揭 揭 就是叫做揭闻 揭闻式 什么叫揭闻式 就好像人家想多年 今天看真一点 一个 那些十几分钟的 那些外星球人解副片段 他做了几个礼拜那些 现在他就揭闻了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明白了 做了这么久的姜濤 是不是 有多少传媒 有多少网络传媒 网络传媒可能相对少一点 有多少人想姜濤死 基本上传统传媒 个个都想姜濤死 个个都在抹黑 所以 这件事是 你没办法 盖得住 我告诉你 你没办法盖得住 亦都在无权策掌 在这准备 准备 可能有些传媒 已经访问了一些家长 有些传媒 已经访问了 当时有份吃巨无八餐 那些小孩的家长 已经访问了 已经做了一些特稿出来 他们等待適合时机就爆发出来了 我告诉你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网上的传媒估计 在麦当劳这个巨无插事件 发生之前 基本上所有的传媒和网络传媒 是对着Anson Lo的三年版 这个电话卡事件去报导 他们亦都已经做了很多稿 没有出来准备狂插的了 谁知道 巨无八事件 巨无八又至于事件 一出 风向一转 所有的稿都消失了 所有有关Anson Lo三年版的 所有的新闻 网络讨论 group 里面的讨论 全部没有了 全部一面倒 去讲这件事 如果你是Anson Lo 即刻 真的掩住半边 親者同仇者快 即是可能Anson Lo 就说 唉 我还在想着 怎样搞这件事 即是他想着的了 已经拿着 拿着个奖状 拿着个杯 拿着出来 交个男金奖出来 去跪下道歉 即是他们已经想着是这样的 谁知道现在不用 之余还有花生磨 是不是 他们就是要看到这件事 所以姜濤的压力是多么大 大家可不可想而知 即我真的觉得很不开心 这件事 早前 高安仔已经说了 2024年 其实姜濤一切都行得很顺 无论是作品也好 掌看也好 一切都行得很顺 而且说2024年将会是姜濤的天下 谁知道现在就搞出这件事 我告诉你这件事 分分钟 比去年 2023年叱咤我谈颁奖典礼的一个镜中镜 这件事 镜中镜都是针对姜濤的个人 例如可能针对他的表现 身材等等 当然那些是自虚乌有 但这次不同 这次所牵涉的东西是复杂很多 牵涉到小朋友 牵涉到家长 牵涉到幼稚园 最终受害的都是姜濤 而且得益者 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得益者 很明显是Anson Lo 很明显是神徒那帮后援妹 他们一切都行 没人说了 现在我告诉你 整个网络的forum 原本正在攻击 现在风向一转 转去攻击姜濤 风向离之急 离之快 离之狠 我们常常都要避免这件事 有时我们要避免姜濤跌入一个陷阱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视频里都说 我想作为姜濤 其实是要小心这件事 当然我亦都这样说 我说 其实这个世界 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说的 但有时我有些事情 就是要量入围出 有些事情是要想一想的情况 对不对 比如之前有一个姜濤 明知DMFan是姜濤 姜濤的最终的一首歌 还有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也是姜濤心目中的一条刺 你居然把它安在一个马名上 你还要大大声声 我作为一个姜濤 我现在就是把我的马 改成DMFan 就是帮姜濤做宣传 你要想一下 我这个是赌博赛事 我这个是赌博 牵涉到金钱 牵涉到人的贪婪的赌博 你喜欢把我的马名 改成DMFan 就是有没有脑子去想 有没有脑子去想一下 究竟姜濤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想过 姜濤究竟我总不开心呢 就是我想我们自己作为姜濤 是要好好去想这件事 就是如果不是 最终Fans做的事 就偶像瘦 就是我们经常都这样说 还要上次改马名的那件事 还要是有个Youtuber 是不是 就是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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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就对了 那些赌博就对了 那些Youtube 还要说是 还要催大这件事 做宣传 不知所谓 所以 这件事 我想令姜濤都承受很大压力 特别 如果肚痛 那些事 我想都是 都是关情绪的事 我想姜濤所不开心的事 就是姜濤都一再声明了 有些什么他自己一个人承受是可以的 你说他肥也好 瘦也好 你说他唱歌不行 又跳舞不行 没所谓 你都是说他自己 他愿意一个人承受 但是好像去年那些绯闻 你说到他身边的人 影响到他身边的人 影响到他的工作的伙伴 影响到他的朋友 他就不能够接受 而且今次影响的是 影响一间幼稚园 影响了一班小朋友 还有一个家长 在一个家长的群组里面 家长的论坛里面 群起而攻之 我看到这件事是情何以堪 还有我觉得是很不开心 我也觉得姜濤真的很无辜 这件事 当然背后 我这班MMA和神徒 不断在这搞事 这件事是无可原谅 这件事就正如我们 大家姜濤所说的 你不能够去冷处理 这件事 你一定要去回应 譬如可能今天 有关这件事的讨论和文章 是充斥了整个网络 全部的group 有些姜濤group 都是要说 有很多姜濤group 都在说 大宗小 有些姜濤group 听高官仔说 发起 立即捐款给麦当劳 慈善之家 希望以正视听 那也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高官仔都觉得 要正面回应 还有这件事 如果再发展下去 高官仔都要持续跟进 保护姜濤为之首要 就算你捐多少款给麦当劳苏慈善之家 人家都不会放过我们 只可以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面 积极回应所有抹黑 负面报道 这样才可以保护姜濤 免受二次的伤害 或者三次伤害 我相信姜濤是不开心 希望在这里祝姜濤早日康复 放松一下 姜濤你放松一下 轻松一下 做一下深呼吸 腹式呼吸 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好 今次姜濤综合新闻报道就是这么多 下一次回来 我们继续